上海气而被挪威人收养,足球天赋惊人却不忘本,想加入国足为国争光,提到中国足球的海外力量,大部分球迷可能都不了解,然而有很多华裔球员在海外效力,并希望能为中国队踢球,无独有偶,在北欧的挪威超级联赛,萨尔普斯堡08队,有一位华裔小将,他叫王定一,王定一的身世比较特殊, 他1996年出生在上海,在八个月大时被他的挪威养父母哈特夫妇收养,他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谁,只知道自己的名字是王定一,王定一16岁时开始TD级联赛,之后和家人一起搬到了菲特列斯塔,并效力于当地挪甲球队菲特列斯塔FK,王定一是球队炙手可热的希望之星, 在两个赛季里他在U19和预备队的比赛中,有着非常稳定的出场记录,他的表现成功引起了挪超球队萨尔普斯堡08的注意,之后该队签下了王定一,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, 当王定一得知记者来自中国,他显得很高兴,他说,嘿,我也来自中国,然而,王定一并不是移民的后代,他说,我出生在上海,我是个古尔,在我八个月的时候,我的挪威父母将我带回了挪威 他顿了顿,说出了一句记者意料之外的话,但是,我其实想为中国国家队踢球,面对这样的对话,记者略微沉默了一下,问出了心里的疑惑,抱歉,但是我想知道,你的亲生父母一气了你,你为什么还,想为中国效力? 王定一说,因为我是中国人啊,我来自那里,我也爱那里,对我来说,如果能有机会在,这个大国的球迷面前,展现我的足球水平,想想都令人激动,而且我想会有更多的俱乐部看到我,或许,对于王定一说,为中国踢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,那就是寻找他的亲生父母, 根据记者的了解,当下有很多外国家庭收养中国孤儿,并在他们长大后鼓励这些孩子回中国寻找亲人,王定一说,我们四年前就回到中国,但是一无所获,当记者提出会帮他再次尝试的时候,王定一表现得有些沮丧,他说,不可能的,我们失了几乎所有的办法,记者回答道,不要灰心,中国球迷会帮你再找一次, Thank you